嚣张抢匪开车进入独栋社区 其中一名男子先下车查看地形 发现没有警卫 回头告诉车上另一人 说他翻墙进入开铁门 没多久车上共犯就把车子开进社区 发生在这个月的鞋持强盗案 警方巡线逮到两名抢匪 遭逮坐在警车内表情无奈 警方利用DNA比对 发现抢匪就是郑章明 他另外还涉及林雪良枪炮案 警方以车追人终于将他伸直一发 抢匪是先在住家附近观察地形 看到一户人家后门没锁直接闯入 当时被害女子和四个月大的儿子 在家里头 抢匪发现后立刻把母子锁在房内 另外一人上楼搜刮财物 一个就是在楼下把手 那一个上去就是搜刮财物 警方大概只有跟妈妈又讲说 就是把小孩子顾好这样子 被害人吓坏了 立刻报警调阅监视器 警方深入追查 发现抢匪开着偷来的白色轿车 四处犯案 包含新店纵火案 卢州窃盗案 都是他们所为 各分局都在追人 嚣张抢匪就算再会躲 终究逃不过警方追气 记者谢文强 温思涵 新闻时报道 那边可以找到 43 好